大家好,我是小新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北京的夜生活 开学季也已经来临 我也想以个人经验给同学们推荐几个学习的好去处 所以大家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 躺在中关村步行街里的石宝街 有很多宝藏小吃 人也是超多 走出石宝街 还有西餐厅、泰国餐厅、日料等海外风味 现在是9点 中关村、石宝街这边人还是蛮多的 大概这边会一夜到10点多吧 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45了 然后现在华西这边还有很多很多人 五颗松华西商场已经延长营业时间到晚上12点 有不少深夜食堂会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热闹却不吵闹 音乐酒吧、美食、潮牌是华西的招牌 三里团、北京地标性商圈 但我今天来这儿是要在闹市中寻一个僻景处 三联掏份书店 一个24小时书店 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看书 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科学技术的书籍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在北京 24小时书店可不止这一家 位于前门北京坊的Page One 可以说是一家网红书店了 走进书店设计感十足 在这里 原文艺术、儿童文学 甚至黑胶唱片都拥有姓名 如果书店与中国古典建筑结合在一起 你似乎更能体会书香二字 现装古籍、小人书、历史感满满的二手书籍 是中国书店的特色 没有华丽的装饰 却让人干陷其中 这大概就是书店的魅力吧 北京作为文化中心 夜晚的文艺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展览、文艺演出 分分钟让你感慨 北京真好 以上就是小新 关于北京夜生活的一些个人经验 如果大家有什么有趣的推荐 欢迎在评论里给我安利呀